我们在Fazzionis Factory,在Sachile 是一个小区近于Venice, 北线的Venice 我和我们的工作人员很喜欢试试 我们在建设我们的机器 那是所有的 欢快的开球声中 第四届瑞邦金融杯温哥华业余高尔夫对际联赛 在大温哥华Metal Gardens球场正式开赛 我是希望通过这个联赛 扩大我们华人在加拿大的这种影响力 特别是给我们的后一代和年轻的选手 给他们树立一个榜样 来自大温多个城镇的12支球队 将角逐小组赛挑战赛半决赛以及总决赛四个阶段 6月27号将决出关亚军 这样的活动集聚了整个中国移居加拿大的高端的企业家 他们在一起畅谈高球 享受着美丽的温哥华的春天夏天 同时一起沟通着如何发展自己的生意 搭建了这样一个共享的平台 随着大温哥华女子高尔夫选手成功入选加拿大国家队 将角逐7月举行的立马泛美运动会 参赛者们纷纷表示 希望通过联赛以求会友 促进家中商贸文化交流的同时 培养年轻一代优秀的高球好手 征战国际赛事 我们对平均成绩应该是85到95 打球一般 但是我们为了树立我们精英的形象 为了重在参与 争取打出好成绩 从技术水平上 我们可能是略弱于同场竞技的很多的 相当多的这些男子的队员 但是我们是抱着学习的态度来这里参赛 父皇卫视 武警 黄山 温哥华报道